韩国海警17号称 韩国陈默克伦载有三名外国人 其中包括两名菲律宾籍乘客 此前据新华社新国际法人微博消息 陈默克伦上可能有两名中国人 一位在现场等待的中国籍家属告诉记者 他的妹妹和妹夫在船上至今下落不明 目前中国使馆正在根据车牌号 核实两人是否为中国公民 最新消息指韩国海警称 根据陈默克伦乘客名单 没有发现两名中国人 目前中国驻光州总领馆 已经向韩外交部领事司提出核实要求 韩国海洋警察厅信息调查局局长 17号向家属宣布 韩国当地时间是20时30分 搜救力量将通过注入空气的方法 将船体抬升 届时多位专家将到现场指挥救援